对于2023年年满55岁的朋友来说 全额退休金FIS的金额为198,800新币 那FIS呢决定我们退休后 可以从公积金CPF里面领取多少钱 如果我们的CPF呢达到了全额退休金FIS之后 那CPF的购款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作为在新加坡工作的公民和PR呢 每个月我们自己和雇主呢 都需要为我们的CPF账户购款 那对于55岁以下的朋友来说 我们自己呢要供20% 雇主呢要供17% 我们的CPF购款总额呢达到37% 当然这笔购款呢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和收入呢发生变化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张表 那这笔CPF购款进入到公积金账户之后 是怎样分配呢 它有一个优先的顺序 首先呢会分配到保健主局账户MA 然后是特别账户SA 最后顺余的呢会进入到普通账户OA 当我们年龄在35C级以下的时候呢 我们的公积金购款总额中的62%呢 会进入到OA 那16%会进入到SA 22%会进入到MA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这种分配比例也会发生变化 更多资金会到SA和MA 比如说一位30岁的朋友的CPF的每月供款为100新币 那么21.62新币呢会先流入到他的MA账户 16.21新币呢会流入到他的SA账户 62.17呢会流入到他的OA账户 再比如说呢有个朋友今年55岁 同样每月CPF的供款为1000新币 那其中35.59新币呢会先流入到他的MA 23.72新币呢会流入到他的SA 那40.69新币会流入到他的OA 现在我们通过三种情况来具体说明一下 那我们刚才讲到55岁到60岁区间的人呢 假设每个月CPF的供款是100新币 它是按照这个金额来分配的 那第一种情况是当SA账户呢达到了FIS的时候 它每月的工资CPF的供款呢 还是会继续流入到SA当中 第二种情况是MA账户已经达到了 基本医疗保健金额BHS 那我们MA的工资账款呢将会流入SA账户 对于55岁及以上的朋友来说 MA呢会流入到我们的RE账户中 第三种情况是MA达到了BHS 同时呢我们也达到了FIS 或者说BIS且拥有房产呢 第一期会在95岁之后到期 那MA的工资账款呢就会流入到我们OA账户 当然如果你希望可以达到超额退休金ERF 你也可以将资金呢从OA账户转入到RE 在我们55岁之前呢是可以通过退休金充值计划 RSTU呢给SA账户充值 那上限为全额退休金FIS 如果我们在55岁之前 SA账户已经达到了全额退休金FIS 我们就不可以通过RSTU充值来享受税收减免 我们也不可以将OA的钱呢准入到SA当中 对了全额退休金呢只有在我们年满55岁的时候才是固定的 那对于2023年年满55岁的朋友来说 目前FIS呢是198800新币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年龄呢低于55岁 FIS呢会每年变化 直到你达到55岁 当我们年满55岁或以上呢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里程碑 就是超额退休金ERF 这是我们退休账户中可以拥有的最大金额 好了 我是和你一起变好变优秀的Zo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